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来啊 欢迎来到中华阵线 那么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部长 冷选已经最终确认 由这个黑人四星上将 已经退役的奥斯丁来担认 那么由于他没有满这个 美国宪法规定的七年以上 退役的将军来担认 那么他也要在国会要搞一个这个裁决 那么他当选的话 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那么奥斯丁的当选呢 也是美国历史上首次 由黑人来来担任这个国防部部长 那么这个奥斯丁呢 就像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 叫做政治正确 我也刚才也跟各位提到了 美国他现在对这个中国十四位 这个人大常委会这个副委员长 进行制裁 也是一种政治正确 那么这两种政治正确加在一起 给我们感觉是什么 我今天就要来跟各位来讲一讲 那么在说之前呢 我跟各位先来讲一讲这个台湾 这个 又发生了一起这个事故 台湾军工厂发生内栏爆炸 三人严重灼伤 据台湾中时电子宝12月9日报道 台湾军备局第205兵工厂 高雄大树厂区 经上午传出 这个调制弹药铝粉时 发生闪蓝爆炸意外 造成士官长 卢守延 中士王博威 以及员工王瑞宏等 三人受到严重灼伤 目前初步分析 二到三度的 这个 烧伤度 这三人当时是在大树厂区 806厂房执行 天宫二型导弹发射机 延寿作业 铝粉填装时发生闪蓝意外 台湾防务部门表示 军备局205厂光复营区 今日上午作业时 不顺发生铝粉闪蓝意外 造成 这几名人员受伤 均以这个送医治疗 那么这起事故 已经是台湾防务部门 今年发生的第二起 弹药装填爆炸意外 今年3月6日 台湾中科院大树院区 化学研究所 在执行火工作业时 因不明原因 引起爆炸火警 火势都以油内 这个油厂内扑灭控制 造成三死一伤的悲剧 初步分析是导弹装配厂 进行要助火工作业时 发生意外 那么也就是说 台湾的目前 它的这个局势 我说了 蔡英文 作为台湾们的 南波湾区里政权的 伪总统 那么他是自身带来 这个使运 那么他在这个 三军最高统帅的 这个马桶上坐一天 那么他无限给台湾带来的 都会是使运 他不配坐这个马桶 知道吧 所以说 台湾今年以来 事故非常多 这个跟这个北京解放军 对台湾的这个极限施压 是有关系的 压得这些人都已经六神无主 压得这些人都已经喘不过气来 压得这些人 你给他一口新鲜的空气 他就能上天 我说过这个新鲜的空气 必须是由中国共产党来给他们 那么各位 现在我们再来讲到 这个美国国防部部长 美国国防部部长 他的上任 这个人 他显然是拜登的 这个政治正确的一条 一个选择 过于政治正确 那么美国国防部部长 过去都是由这个 拜登的男性来担任 很少有这个黑林来担任 而且这个叫奥斯丁的 他对台湾事务知之甚少 几乎他都不关心 也从来没有在过去 没有在公开的场合 发表过任何的涉台的言论 那么此前那一位叫做 弗洛诺伊的美国国防部 资深人员 他发表 是一位女性 他发表 说要在72小时 击沉所有的 中国在南海的 所有的这个船队 这样的冒进式的 这种讲话的 这种候选人 显然拜登是不喜欢他的 作为建制派的拜登 显然不喜欢这种 军事冒进主义 所以说台湾人 判着他来当这个总统 那么显然又是一次 押保诉措和判断失误 那么但是他们从来都不会 检讨自己的鼠目寸光 和自己的对国际战略 格局的知识甚少 相反的只会吹牛逼 骗人 撒谎 说假话 说大话 说空话 自欺欺人 自嗨 自卫 自我高潮 放彩虹屁 那么 拜登不选这样的人 上来呢 我刚才讲了 跟他的建制的这个 思想是相左的 同时跟拜登关系也不咋地 那么 这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这个 国务卿都有白脸男性来担论 那么他的这个副手 副总统的这些团队 都有这些同性恋者和这个 第三性政者 包括这个跨性别者 包括这个印度裔的这个女性 来担论 那么显白脸的男性有了 白脸的女性也有了 白脸这个拉美裔的这个人也有了 对吧 包括这个 那么现在就需要非洲裔 印度裔的 亚裔的 都有 那么这个显然 他是已经 对之前的这个承诺 付出了这个行动 说在自己的组合当中 当中要 多一些不同族裔的人 那么这个叫奥斯汀的 这个国防部部长呢 他之前呢 在这个 是担任美国的陆军副参谋长 和这个中央战区 中央司令部司令员 中央司令部也就大家知道就属于负责中东事务 那么他也是最后一任 美国驻伊拉克美军的这个司令官 就是由他来担任的 那么他的这个履历 之前好像在阿富汗也有过 他的履历 跟这个伊拉克 他是一个从来没有打过肾仗的一名 有网友称为他 戏称他为 没有打过肾仗的 录主白宫 显然 他录主这个国防 美国国防部 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利好消息 即使美国再要回到什么空海一体战 回到这种重返亚太的战略 那么 在决策当中 这样的国防部部长 显然 他的重点不在这里 这样的人 他的重点还是会在中东 美国 说是说重返亚太 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会重返中东 这是他们的这个一贯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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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法 也就是民主党的一贯的做法 那么 台湾 判新兴 判月亮 判来的是 这样一个 他们过去像鲁马 谭德赛一样 说他们是尼根的一个哥们 来当这个国防部部长 之前台湾在国际舞台上 对黑人用种族歧视性的语言 看来这位国防部部长也不太会对台湾是这样的友好的 当时他们也批评过这种言论 那同时 美国的线论这个就是说这个拜登啊 他是不会为了台湾跟中国大陆来撕破脸皮的 现在可以肯定 但是一定会比特朗普的时代的这个招数更多 更加阴险 这个是可以确定的 那么台湾 就是正式的就是说 他从来都是孤立无援的 那现在他还要想在联美来至终 想跟中国来抗衡 那么显得 在中国大陆面前他什么也不是 而且对中国大陆来讲 不管你是美国什么总统 其实现在习近平就跟当时毛泽东差不多 直接就是会讲 不管是这个杜鲁门 还是艾森豪威尔 还是将来的哪个美国总统 他们想要打 我们就一直跟他们干 就是这样的 那现在也是 我动过大陆 我要收台湾 我要武统台湾 我当然 对吧 不是管你美国哪个总统 我想 我认为是合适的一个时间点 我就会来收 就这么简单 那至少说现在在这个学术界 武统台湾 以武促统 在两岸 刚刚这个环球时报举行的这个论坛上 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了 包括台湾的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 那中国大陆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所以说这位美国黑人的上任就是 在落实民主党对华的政治正确 以及这个多种 多种族群 多种群的这个政治正确 那么我说明这个政治正确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的对台政策 他也是政治正确的 还是会回到过去 但是现在北京不会因为 拜登不像特朗普那样子去挺台湾 而放弃武统台湾 回到过去的和和平统一的这种模式 那是一去都不复返了 不会的 所以我说 说服台湾不看美国 而是看中国的习近平 而且我说了 台湾竞享末日的这个征兆 这些武力部门兵工厂 包括现役部队 都频频发生事故 频频的有人去世 有人牺牲 这个我就说 他的这个气数几乎是已经断掉了 没用 各位没用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 政治正确我说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美国川普 现在对中国做的这些举动 因为我们之前都知道 之前那些总统他理论前 包括那个奥巴马 把权力交给拜特朗普的时候 在自己任期内 没有做那么多的事情 都是开始不怎么管了 但是特朗普显然不是 他对于这个人 这个人的权力 他是很弱的 他在美国总统最后任期内 他会做很多事情 他要把中国 变成拜登对华强硬的 这个政治正确 这个道路的延续 所以说他会来制裁 这么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那么这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里面 很多的官员 都是在中共官场的失忆者 和这个被边缘化的 以及快要退休的这些人 对吧 比如说张成贤 这个曹建明 他们都是失忆者 包括这个什么沈月月 还有那个孟 姓孟的那一位副委员长 他们都是共青团派的 那么 之前 这个新疆自治区当委书记 陈全国也被制裁了 那他也说他也不会去美国 在美国没有一分毅力 但是呢 美国他也紧跟着说了一句 他说 冻结他们在美的资产 那就说明 在制裁这些人当中 还是有人在美国有资产 或者子女在美国 或者怎么样的 因为这个是公开的秘密 所以说 这样的举措 这样的动作 也是为拜登 即将上任的拜登 预设一下 埋下一个伏笔 所以说呢 但是大家要知道 即使特朗普他这样 来围堵中国 但是他对台湾泰英文 他也不会帮他什么 他要是来 或者说蓬佩奥要是来 无非就是给拜登制造麻烦 倒不是说来帮蔡英文什么 蔡英文这些人 台独这些人 台湾这个地区 在他们眼里 不过是一个业户 享用的时候 拿出来撒一抛 早上清晨刚起来的那种 带了很新 一个晚上形成代谢的那种臭气 骚臭很重的那种尿的 一个工具罢了 但是就这样的话 台独分子 蔡英文当局还是沾沾自喜 还是觉得受到了恩惠和灵性 所以说他们可以不要脸到 跟澳大利亚去保持统一战线 但是澳大利亚对蔡英文的贸易 才占1.6% 在他打击下的 这个中国对台湾的贸易 大概是在24.6% 还买这个说 什么这个骄傲的红酒 自由的红酒 做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看来 是把台湾的老百姓的 这个智商 在玩弄他们的智商 认为这些台湾的老百姓的智商 都是很低的 莱克多巴胺还没有搞定 我看莱克多巴胺跟这个河石 和乌兰的这些食品 都在台湾都是属于政治正确的 是自由民主的一部分 对吧 所以说呢 那些支持他的台湾的民众呢 也只能自己去受着吧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门来 喜欢的点赞订阅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